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雷的美食 苹果呢,咱们不要啃着吃了 把它放到空气炸锅中 出锅,就是一道非常不错的追忌小零食 今天呢,就把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 下面一根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苹果 在准备这个苹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挑选 这个苹果上面有非常多的点点的这种苹果 这种苹果呢,它不容易被商家呢,打而辣 选择这种苹果,我们吃的也放心 然后呢,我们把苹果放到盆子里边,给它清洗一下 加入一些清水 在清洗苹果的时候,我们给它加一勺的食盐 加入食盐,能把苹果上的农药残留给它清除掉 毕竟咱们这个水果蔬菜呢,上面都会打农药 加入食盐呢,能很好的把农药残留给它清除掉 洗得干净,我们吃的也放心 清洗干净以后,把苹果捞出来,放到菜板上 然后把清洗干净的苹果,用刀给它切开 把里面的苹果糊,我们给它去除 去完糊的苹果呢,把苹果我们给它切成片 切的片稍微薄一点 切好的苹果片,放到一个盆子里边 再加入一些清水 清水没过苹果即可 再加一小勺的食盐 用筷子,把加进的食盐和苹果均匀的搅拌在一起 加入食盐的目的呢,就是让盐分把苹果里面的糖分全部都激发出来 搅拌好以后呢,把苹果片在水里面,给它腌制10分钟 经过10分钟的浸泡,咱们把苹果片从盆子里面给它捞出来 然后把苹果片我们错位的,给它摆在空气炸锅中 这里一定要错位摆开,千万不要给它摆放整齐 否则一会儿我们在烤制的时候,这个苹果片呢,就会粘点在一起,拿不出来 所以呢,咱们一定要错位给它摆开 全部满放整齐以后,我们放进空气炸锅中 180度,先给它烤5分钟 5分钟时间到,我们打开空气炸锅 用筷子把里面的苹果片,我们给它翻个面 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防止它在烤的时候呢 这个苹果呢,被烤糊 翻好以后,我们继续再把我们的苹果片放到空气炸锅中 120度,再给它烤8分钟 时间到,我们再次打开空气炸锅 把烤好的苹果干,我们倒在菜板上面 刚烤出来的苹果干呢,是软的,然后咱们把它们全部均匀的平铺在菜板上 把它放凉 经过十几分钟的量制,咱们的苹果干就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苹果干呢,非常的好吃 无添加剂 在家追剧,或出去看电影 带上些苹果干 比爆米花,虾条 很好吃 多吃也不上火 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而且又营养,又开胃 今天苹果干的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在家做做事吧 麻烦大家在这里帮忙解采转发收藏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